读书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 学习了论语的六句话 你们还记得我们的学习内容吗 我们从课题入手 了解了课文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选自论语 第二部分选自珠希的同盟虚知 也叫训学摘归 然后通过反复诵读 用借助注释 联系上下文 结合生活经验 查找工具书等方法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理解了第一部分的大意 第一部分的六句话当中 哪句话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请你结合着自己的体会 来谈谈对自己的启发 我们开始分享吧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智也 这句话我印象最深 这句话的意思是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才是智慧 读书学习都要诚实 一定不能不懂装懂 令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告诉我 要聪明勤学 不宜向地位 学识不如自己的人 请教为耻 我觉得这样进步快 我也是读了 我也是读了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这句对我有启发 在读书学习时 遇到不懂的问题 就要向别人请教 是啊 学问学问 学中有问 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 我们接着听 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是 木而置之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我读书的时候 也要学习这种方法 多记多背 努力学习 多帮助他人 看来同学们的收获都不小 上节课 我们还尝试着 背诵了课文的第一部分 同学们都试着背一背吧 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背诵 二十五 古人谈读书 一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木而置之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民以求知者也 学如不吉 有孔 诗之 无常 终日 不时 终夜 不寝 以思 无意 不如 学也 认语 这位同学背的有滋有味的 这六句话是孔子对待学习和读书的态度和方法 同学们都试着读一读 读一读 背一背吧 上节课我们还初读了课文的第二部分 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试试 把字音读正确 把句子读通顺 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朗读 于常卫 读书有三道 为心道 眼道 口道 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 心眼既不专一 却只慢浪送读 绝不能记 绝亦不能久也 三道之中 心道最急 心气道矣 言口岂不道乎 送诸息 课文我们读正确读流利了 那在理解课文意思的时候 你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又有哪些学习经验 要和大家分享呢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于常卫读书有三道 卫心道 卫心道 眼道 口道 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 于常卫这三个字 让我想起了 无常终日不时 这句话里 也有常字 无常终日不时中 常字通过查工具书 知道 它是曾经的意思 那于常卫中的常 我猜应该也是曾经的意思 在借助注释知道 卫是说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曾经说过读书有三道 叫做心道 眼道口道 请同学们自己再读读 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吧 于常卫读书有三道 卫心道 眼道 口道 我在读的时候 也重点关注了这句话 当时读完之后 我在想 于常卫读书有三道 卫心道 眼道 口道 这三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于是我做了个标记 继续往下读 后来读到 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 心眼既不专一 却只慢浪诵读 绝不能记 记亦不能久也 这句话的时候 我找到了答案 这句话 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为 心思不在书本上 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 心和眼 既然不专心致志 却只是随随便便的读 就一定不能记住 即使记住了 也不能长久 在这句话中 朱熹表明了读书时 心 眼 口 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两位同学 结合着自己的学习经验 通过一边读书 一边思考 不仅把长句子读通顺了 还理解了句子的意思 第二句话比较长 同学们都像刚才 这位同学一样 边体会 边来读一读 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朗读 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 心眼 既不专一 却只慢浪诵读 绝不能记 既 意不能久矣 我们也来体会着读一读 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 心眼既不专一 却只慢浪诵读 绝不能记 既 亦不能久也 理解后的朗读 确实能够体现自己的思考 我们接着听分享 三道之中 心道最极 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 我标了个问号 三道之中 哪个道最重要呢 极是什么意思 和我们现在的极 意思一样吗 借助注释 我知道这里的极 是要紧重要的意思 而现在的极 大多是着极的意思 通过这些 我知道了 三道之中 心道最重要 我补充 心即道义 眼口起不到乎 对于起字 我开始拿不太准 就查了字典 知道这个字是难道的意思 说的是 心既然已经到了 眼和口 难道会不到吗 我知道了 三道之中 心道最重要 有同学联系了前面同学的交流 也想来分享一下 我明白了 三道中 心道最重要 用心思考了 自然就会看得仔细 也会读得正确 并记忆犹新了 读到这里 我就知道 朱熹潭的读书方法是三道 即心道 眼道 口道 那这三者之间可以调换位置吗 我认为他们的位置不能调换 因为只有心道了 眼和口才能专心的读书 学习 课文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了 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把课文的意思说一遍吧 请同学们听一听 我曾说 读书有三道 心道 眼道 口道 心思不在书本上 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 心和眼既然不专心致志 却只是随随便便的读 就一定不能记住 即使记住了 也不能长久 三道之中 心道最重要 心既然已经到了 眼和口 难道会不到吗 同学们就这样互相补充 用借助注释 查找工具书的方法 我们不仅理解了课文的内容 还了解了课文内容之间的关系 读书思考 能够促进我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吧 二 于常为读书有三道 为心道 眼道 口道 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 心眼既不专一 却只慢浪诵读 绝不能记 记亦不能久也 三道之中 心道最急 心记道义 阳口 起不到乎 送 朱熹 我们从朱熹谈读书中 知道了三道的读书方法 那么这三道 在你平常的学习当中 都做到了吗 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平时读书的时候 大多时候能做到心道 眼道 口道 这样学习的效率就高了 很快就能把学习的内容理解记忆下来了 我有时候不能做到三道 主要是有时候受外界干扰 不能专心 虽然当时记住了学习内容 但是过后就忘了 记忆不牢固 以后我要努力做到心道 眼道 口道 学习专心致志 的确从学习中联系到自己 在反思中不断的进步 让我们再来读读课文 就这样读着读着 我们就能把课文背诵下来了 你们都尝试着背一背 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背诵 虞长为读书有三道 为心道 眼道 口道 心不在此 则眼不看仔细 心眼记不专一 却只漫浪诵读 绝不能记 记 亦不能久也 三道之中 心道最急 心记道疑 眼口岂不道乎 诵诸熙 相信大家也都能背下来了 在背诵的过程中 同学们一定都有一些小妙招 我们来交流一下你背诵的方法吧 我先多读几遍 边读边想着课文的大义 就可以背诵下来了 这位同学是根据大义背诵下来的 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背诵的呢 我是根据出所文言文中几个句子之间的关系背诵的 先告诉我们读书要有三道 然后讲了三道 心眼口三者之间的联系 最后讲 心道是三道中最重要的 这样想着就背诵下来了 关于背诵的方法 还有同学想补充呢 我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 背诵下来的 同学们 这些都是背诵课文的好方法 大家都可以尝试着用一用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把课文背诵下来 同学们 我们除了这篇课文学到的读书的方法 你还知道哪些古人谈到的读书方法呢 我搜集了朱熹的读书六法 循序渐进 熟读经思 虚心寒勇 切记体察 找紧用力 拘禁持志 其中拘禁持志 就是讲读书必须精神专一 全神贯注 还要有远大的志向 顽强的毅力 用心专一 是朱熹提出的读书方法 他的读书六法 对后世读书人影响深远呢 关于朱熹的读书六法 你在平常的学习中 运用过哪一种呢 分享给大家听听吧 我运用过切记体察 平时读书时 能找重点语句 联系自身时机 进行体会 我平时读书时 会做到第二点 熟读经思 我发现以前读书 读得比较快 现在我读书 能够深入理解 遇到精彩的语句 也能反复思索 遇到不懂的语句 就会寻求帮助 直到弄懂为止 我们课文学习的方法 也是这样的 我在平时读书时 能做到循序渐进 不是每天读完一本 而是每天读一个章节 将这个章节熟读 有一些好的词语 也会记下来 不断思考着往下读 同学们 这就是循序渐进 这就是后机薄发 这也是机少成多呢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体会 这些古人读书的态度和方法 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为了让古人读书的方法 实时提醒我们 那我们还可以制作一个小书签 带在身边 你可以制作一个 也可以制作一套不同图案 不同形状的书签 把我们今天学习的和课外积累的 关于读书的名言 警句 古诗和小故事 写在上面呢 我们开始吧 相信你们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是我制作的一套 关于论语的书签 我把论语中 墨而置之 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写在了我的书签上 这样 我读书的时候 就可以提醒我自己 多记多倍 不偷懒了 置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时刻提醒我 要用诚实的态度 对待读书 学习 所以 我把它工整的抄写下来 时时提醒我自己 这是我做的 于常卫读书有三道 心道 眼道 口道 我打算把这个书签 送给我的好朋友 提醒他读书的时候 要专心 做到心道 眼道 口道 我做的书签 是我喜欢的一句话 读书北辫 而易自谢 多读书 多感悟 就能明白意思了 读书的时候 看到这个书签 遇到不懂的地方 会鼓励我多读几遍 读得多了 就能体会出意思了 同学们 同学们做了这么多的书签 让我们都来读一读 记一记书签的内容吧 读书百遍 不知 不知为不知 是智也 论语 同学们也可以把自己制作的书签像这样送读展示交流 还可以把它送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在班级里召开一次书签展示交流活动 让更多的同学参与 这样你会更喜欢读书的 同学们 我们通过读书 思考 了解了古人对读书学习的态度和方法 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也引发了同学们的思考 还交流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我们还尝试着制作了精美的书签 课下同学们可以继续积累古人谈读书 预习冰心奶奶的易读书 感受名人是怎么读书的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